非常好 在中国呢 可能也是这样 雷诺 诺诺而言 神秘和浪漫 这肯定是属于朋友的角度了啊 没有 因为这个品牌的实质是不了解的 沙沙 小众 小众 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我选雷诺的话 我一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 很有品位 很有观点的人 沙沙看来对这个雷诺品牌还蛮有好感的系 蛮符合你的定位 但你会不会买雷诺车 我可能不会 为什么 我觉得 咱们就拿咱们现在那个Laguna三代的来讲 挺好的一个产品 但是我想想它你同门的日产的师兄的话 新天籁 要比它便宜差不多八九万块钱呢 因为销量已经都过万了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市场上还有选择 我还可以看雅阁 我还可以看这个新领域 我还可以看CAMERI 就是有太多的重量级的选手 在旁边夹击着你 你到底怎么样去体现你的这个差异点呢 雷洛在国内受了很大的变化 新的品牌行商定位就是CASO Luxury 就是社群航环卫 而同时在这个服务上里头 是提高推行那个洛桑水 洛桑水是提供一个三年的券 完全是免费的保养 进口车来说是最高标准的一个 售后的一个标准提供 还有通过这个体制改革 我们的一个配件 它的价格 就近到一年里头 将会刹掉的38% 最近再出来一个SUV 就是克雷奥 大概只有贵2万块钱 所以就比国产品贵2万块钱 状况上 它的提高很高的时候 服务有一个保证 还有同时间 有一个法国风味 人家买国产车 开酒的话 你想升级的话 一般是人家会看进口车 所以又浪漫 要漂亮 要休闲点的话 一般是喜欢法国车 一般是一个纯进口的话 只有雷诺 是一个纯进口的法国车 好 这个是他市场上的独特卖点 金老师会动轻的 这是一种 也就是说 我这车 比你的贵 为什么贵呢 我这浪漫 对不对 我为什么给雷诺车评价 是雷声大一点小 钱都花在F1上 F1雷诺的今年 表现非常好 很牛 但是呢 人一想起浪漫呢 一般就想着